信義區這場在週末舉辦的劍走活動 吸引非常多的民眾參加 激動市議員張秉均 為了讓參加活動的民眾能夠適時補充體力 特地在前一天貼心準備了近千顆白煮蛋 送給現場參加劍走的民眾相當受到歡迎 而為了提前準備好白煮蛋 其中有500顆來自於信義區人獸里長張富凱 和知名的大俠牛肉麵李老闆的幫忙 才能順利完成 信義區的劍走活動 也是每一年都會持續的舉辦 那其實我們通常都會一起去參加 參加劍走 那秉均其實這一次 就是特別準備了1000顆的水煮蛋 也希望幫我們所有參與劍走的民眾 在他們在劍走的過程中 還可以吃到這個好吃營養的水煮蛋 來去補充體力 藉此讓他們在這個劍走的活動 有的吃有的拿 又可以保持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因為本身跟張藝元算是舊室 那張藝元也蠻照顧我們里內的 所以說當他在發飯雞蛋 或者是發飯高麗菜的時候 都有蠻照顧到我們里內 所以他昨天一過來說 要幫忙找水煮蛋 我馬上就請那個大俠這邊 右面這邊來幫忙 在煮蛋過程中 難免有些雞蛋膨脹破裂蛋白流出 老闆表示這些蛋在滷成滷蛋 同樣好吃不浪費 就再把它拿去做成滷蛋就好 一點都不會浪費 對 能幫忙就很好的 我跟富凱是高中同學 人壽里長張富凱和大俠牛肉麵店李老闆兩人 同是惡性高中同學感情相當好 一位當里長一位在里內開分店 兩人對於張秉鈞議員的為人和行事風格都很欣賞 一拍集合互相幫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一拍集合 的時候 怎麼說 這種 你 你